高阳县令王德呀,给刘邦推荐了一位贤士,说您要把这位能人请来,由他来辅佐您,那么佩宫的霸业必成。 和刘邦一群甭提多高兴了,啊,真没想到啊,看来你这高阳县地方不算大,就在这区区弹丸之地,会有如此能人? 这可太难得了,既然是位贤士,我要亲自去请慢着,让王德给拦住了,您不用亲自去,我要先去请请试试,这位贤人啊,这脾气挺特殊,就是这脾气柄性和常人不一样。 刘邦一听,微然一笑,嗨,王德,这里不用跟我细说,怎么,我想象到,这个由本领的人啊,真是脾气就大,常年说的好,能耐多大,脾气多大,我不怕他有脾气,哎,他越厉害越凶,我越和蔼,因为什么,求贤嘛,哎, 要不怎么人家,有的人说求贤若渴呢?哎,因为我知道你有本事,你这个本事可以治国安邦,那么我就再委屈一些,为了我的罢业,哎,为了这个国家,和黎民百姓,我心甘情愿,哎,在你跟前那,扶手贴耳,你看这行不行,王德一听这都不对, 刘邦一听怎么还不对啊?那么你说这人是怎么回事,这人呢,爱喝酒,喝完酒之后,就想说什么,他说什么,而且爱骂大街,哎,嘴里不甘不定总骂。 刘邦一听,刘邦一听,心里有点不得高兴,怎么,刘邦心想,这叫什么事,啥酒分啊?哎,王德,他都骂谁啊?嘿,他逮谁骂谁? 是上至秦王,下至百姓,瞅谁不顺眼,就把谁绝一顿,哦,刘邦有点犯和气,和气什么,心里说,你把这个人说得天花乱坠,他又是什么满腹珠鸡的,上小天为下之地里的,那么大的本事,怎么是罪鬼啊? 啊,你不是说,他可以比乘汤之一隐,和周朝之旅旺吗?那一隐旅旺要都像踏实的,那么麻烦了吗? 这么说,我不用去了,您甭去,另外我还不知道啊,这人准住处在哪儿,哦,刘邦差点跟他急了,怎么,心里说,你有谱没谱啊,你们这高阳这儿有这么一能人, 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啊?我不瞒您说,我确实反过他,反过他我也没见过这人的面,说他经常搬家,他没有一个固定地点,反正他是串房样,租房子住,哪儿房子合适,他住哪儿? 看,刘邱一天醒醒了,那你去吧,你看看带点什么礼物,用不着带什么,我看啊,带两盘酒就行了。 哎,刘邦差点乐了,这礼物也太薄了,哎,等把他请来啊,您见面之后,啊,看这人确实是一位贤才,您不会再重赏他吗? 哎,说的也有理,王德啊,辞别刘邦,带领着几个从人来找这闲事。 给人这么一打听,哦,就是总爱撒酒疯那人呐,这那老头啊,哎,您就出城,往西走,三里多地儿,路边啊,有几间草房,他就在那儿住。 哦,这么说也不算远呢,二里多地儿吧。 好了,好了,王德带着人找嘞,一看果然,哎,一个篱笆小院,有几间小草房。 下了马,在门口这儿招呼一声,啊,里边哪位在啊? 谁啊? 随着这回答的声音,直流的这么一声,乌门一开,打里边吹铃人,看此人是上中等身材。 这人长得不算胖,很瘦啊,年纪可不小了,看胡须已经花白了,而且白得多,黑得少。 啊,两病都带霜啊,高碗的牛心发转一颗竹簪别的头顶,身招不跑,敞着胸露着怀,哎,腰里头既没有袋子,也没有丝涛。 穿着一条灯笼裤,光着脚塌了,这一双片鞋,左手里啊,提着一葫芦,这葫芦痛红。 只见此人出的门来,把那葫芦望起这么一举,嘴对嘴咕咚一下,喝了一口,哦,是酒葫芦啊。 只见这位宽宽的前额,宽脑门尖下河了,那眉毛是双杠高企啊,这人有点呕口眼,鼻指口正,大耳有伦,眼睛啊,都喝红了,醉眼捏斜的。 站在院子那边,往这黎布圈外边看了看,看王德他们很清楚,小黎布帐子,啊,里外看的都挺清楚啊。 你们找谁啊? 哎,请问,老先生,厉先生在这儿住吗? 我就是啊。 哦,那我们找对了,请您开一下门,这门开着呢,你们自己,啊,用手一推不就进来了吗? 说着话,咕咚,又喝一口,左手提的酒葫芦,右手里捏着一块,什么韭菜啊,贤哥的头,嘎吱,哼。 进来这几位一看就咧嘴心,说这穷酒喝什么劲啊,从人赶忙过来了,毕老先生,啊,我给您引荐引荐,说着一指王德,这就是我家县令,王德王老爷,哦,哎哟,县令今天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这是哪一针风把您给吹来了? 啊,来来来,你先喝口,嘿,说着,他把那酒葫芦,举着王德跟前去,王德心说,这受得了吗,这,我接过这酒葫芦,咕咚来一口啊,啊,看这意思,您是整天把这这葫芦喝啊。 我没法喝啊,怎么那也不卫生的呢,行了,行了,行了,老先生,直不相瞒,我是特地前来看望您来了。 不敢当,哎呀,我本来啊,把您让到屋里坐会儿,可是我这屋里啊,太凌乱了,哎,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哎,咱们就这儿坐着吧,说着话用手一指在那小桃树下边有两块石头,哎, 这位厉老先生没客气,他先坐下来,那些从人只看王德,怕他不高兴,其实王德啊,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你就是一见面指着鼻子骂我一顿,我也不带言语的,因为我是为刘邦求贤来的,哎,坐起来,他把这来意怎么一说,这厉老先生啊, 听明白了,哦,你说的就是那个,在沛县起义的刘邦啊,哎,正是,我不见他,你看,王德一看麻烦了,您为什么不见他,他现在是争秦西路大元帅啊,啊,出如怀王钦锋为佩公啊,您知道不知道, 手下战将不下几百元,雄兵十几万,了不起啊,芒掌山斩舌的刘邦谁不知道,您怎么能不去见您,这些都甭提了, 他不是当过亭长吗,是啊,出身亭长,这个人从小有手好闲,啊,既不爱读书,也不爱练武,整天抓接,哎,抓什么算什么,这么一人,而且好尽酒色,人皆见之,我,去见他干嘛呀, 哎呦,您可别这么说了,现在这位佩公不是当年出世的时候那刘邦啊,老先生您无论如何得去他,我知道您有惊天伟地之才,同时我也听人说了,您不是不出山,您得呀,哎,见到一位英明之主, 也就是说能够治国安邦,为您造福的那样的皇帝,那样的霸主,您才能保着呢,你说对了,可这刘邦他不是,他是,哎,这么着吧,我也甭在这会儿跟您呢,多说了,您瞧一眼怎么样,好说歹说,这厉老先生还算给王德个面子,好,那我去看一眼吧,等我把这点酒底打算完了,行不行,哎, 哎呀,老先生,您看没有,我这给您送两坛子来,哎,等您见完了这位佩公之后,回来您再慢慢喝,啊,您先跟我去一趟哥,您没这酒葫芦,哥家不行,我得带着,说着,酒葫芦别腰里了,那咸菜哥的,穿怀里了,哦,随时准备喝着,那走吧,早就给准备好一匹马,哎,陪着这位利老先生, 到了高阳县,到这儿求见刘邦,有人这么一听,啊,你们想见佩公啊,啊,王泽新说,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这是县令啊,另外我是奉佩公之命去请立老先生的,怎么现在还,还问起我了,还问起来了呢,啊, 可不是我要见佩公吗,哎呀,这中军官只摇头,哎呀,王先生,我不瞒您说,我家元帅啊,啊,喝多了,哎呀,王德几乎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你说什么,佩公喝醉了,啊, 他刚才说了,谁也不见,请您回去的,那儿行啊,王德为难了,我是奉命去求贤,现在把这个贤士已经请来了,你看,贤士的酒醒了,没想到佩公喝多了,感情这一到啊,这王德就逼了心, 他一见这个立生的面,就觉得这位立老先生喝多了,他怕这路上一折腾,风一吹,这酒再撞上来,不得吐了啊,结果这一到呢,这老头什么事没有,看来还真有点亮,大概这和天天喝有关系,现在这么一看呢,老头的酒几乎全醒了,你看,派公又醉了,他真能喝醉吗, 不会吧,哎,我说,啊,麻烦您,给我通禀一声,你说我有要事求见,啊,不,你说呀,闲事驾到,这中军一瞧啊,我是王贤良,啊,咱蒙费这些,您呢,跟佩公又很熟,要不您自己直接进去就了,那也好,您别带更多的人,我听说佩公今天喝多了,心里很不痛快, 哎,带多了人呢,冲撞了他就不好,哦,我就陪这位闲事,来来,老先生,您跟我来,说着,王得领路就把立生给领进来,到了这小处房的门口,哎,老先生请,哎,你请, 健康吧,啊, Off your back,老先生的地方,是。 郭先生让王得给他带路,把连龙一挑,俩人就进入, 学生进她们来,这么一看,这脑袋蒙了一下, 当时这脸就红, 怎么了,气量, 王得也傻了, 怎么回事, 只见屋子里正中间有一张软榻软榻上做的 就是这位佩宫刘邦 后边啊 垫着好几个枕头 那呛着 这坦凶落怀啊 正在洗脚呢 后边一个丫鬟给捶着背 下边那跪着一个丫鬟 正在给刘邦洗脚 这刘邦啊 挺自在 哎哟 从脸上可以看得出来 特舒服特滋润 厉生瞅了瞅王德 心里说 王德 你就把我给推荐在这儿来了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刘佩宫啊 我跟你说这人不怎么样 你还不信 你还说他什么 现在他是 西路征秦大元帅了 就这德行啊 呸 气得了一声狠狠 唾了一口 就这样的人物 还去扫平秦国 灭暴秦的 我看他这是 助秦为恶 他不但灭不了秦国呀 他还能帮着这秦二世啊 干些伤天害理的坏事情 真是其有此理啊 气得厉生 呱呱呱 袍袖这么一胆 差点把那酒葫芦 拽地上 转身要走啊 还没等王德说什么 刘邦火了 走 大喊着树炉 哼 把厉生骂得够狠啊 竟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 我这是应天命顺人心 奉回王之旨 从西路进 并斥争暴秦 就黎民百姓与岛圈 你竟敢说我 助秦为恶 真是其有此理来人哪 有 用我这洗脚水 把它泼出去 王德赶忙劝哪 哪能用洗脚水泼闲事啊 我说 佩公您这怎么了 我是王德呀 这刘邦也不认识这王德了 瞪着他眼睛瞅着这王德 厉生一条连的转身出去 出去挺快 这老头腿里还挺厉害 是得快点 他听说刘邦要用那洗脚水泼他 他刚这么一出门碰上一人 谁呀 刘邦手下的谋士路甲 两个人走一个对面 咋噔的这么一下 嘿 像电影一样来了个定格 怎么 路甲瞅着在厉生厉生看着路甲 两眼眼都不眨 路甲忽然间大叫一声 对一声 李生点点头 正是我 哎呀 任一兄啊 久违了 没想到 您还活在世上 您不是 当秦始皇 分书坑儒 把您给坑了 李生点点头 正是让 先帝 天不灭 李生 我 死而复生 真是一言难尽 哎呦 路甲直跺脚 怎么 我万万也没想到 王德推荐的那贤士 居然是您 来来来 您跟我到这屋来坐一坐 不坐了 李生告诉他 有人羞辱我了 常言说到 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念书嘴 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去 嗨 行啊 任兄 您先消消气啊 我有话对您讲 哎 快来快来 说着话 路甲 就被李生拉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亲手给他 尊了一杯茶 随后吩咐从人 赶忙备酒啊 哎呦 这哥儿俩挺清醒 呵 感情是老朋友了 而且都是读书人 哎呀 老哥哥 你快跟我说说吧 你是怎么活过来着呢 嗨 李生摇了摇头 是一言难尽 秦始皇啊 怕这些有学问的人 反对他 他就把 六国中 以及他秦国里边 那个大学问家 大文豪 都给集中起来 请他们到咸阳啊 来观光 来参观 秦始皇说 他咸阳这会儿 有点特殊的地方 而且有点特殊产物 什么呢 就是大冬天 三九天啊 哎 可以接些个 瓜果 这在当时秦朝时候 那了不得 哎 不是现在 一年四季啊 不断新鲜蔬菜 一年四季 也不断水果 什么有这个暖窍 暖棚 塑料大棚 那时候没有 听这事都新鲜 怎么冬天能接瓜果呢 在什么地方 就在丽山 他们这些念书人全给框了去 那框的大沟里 让大伙看 你们瞧瞧 随后啊 秦始皇 让军孝把这个身骨 这么一围 乱石往下 这么一扔 就把这些人 全都给砸了在里边 这位立生啊 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救活他这么一个 从此的隐姓埋名 就跑得羔羊来 天天是戒酒装疯 喝完酒就开骂 上骂天下骂力 官人们就骂皇上 大伙都知道这老头啊 是个古怪人 谁也不拿他建议 只有王哲对他很注意 知道这有点真学问 哦 陆家这才明白 是原来如此 那干嘛刚才您发那么大的火 还别提了 兄弟 我何尝不想 来访一位民主呢 不用那么句话 明君呢 期望有一位贤臣辅佐 而这贤臣 他怎么又能够 不访一位民主呢 他要责主而示啊 这是个是王德之情窝 把刘邦夸得跟朵花似的 我勉勉强强来见您这位刘佩公 没想到他会如此傲慢 他谈不上什么李贤下事 根本目中无人 要用点洗脚水托我啊 有这么气人呢 他还成得了什么大气啊 怪不得他出身就不怎么样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进酒色 人皆见之 我再也不能理他了 您可别这么说 李哥哥 不瞒您说呀 方才那场面呢 那是我安排的 什么什么 李生站起来瞅着陆家 这个场景是你安排的啊 是我导演的 那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 王德呀 在我主面前推荐您的时候 并没说出您是谁来 知道吗 只说您呢 好耍酒疯 喝完酒挨骂街 等王德走了之后啊 被公问我这事怎么办 我呢 就给出了这么个主意 我说咱们干脆以歪就歪 以毒攻毒 这位贤士 不是爱撒酒疯吗 您呢 今儿也多喝点 听说这贤士 不是爱骂街吗 甭等他张嘴 您先把他骂一顿 所以我家主公啊 就全采纳了 就是方才这一幕 你们都看见了吗 哎呀 李生地平 你开什么玩笑 我爱撒酒疯不假 我那是啊 哎 以酒演真啊 为了把我的本来面目藏起来 哎 周嘉一听这就对啊 我家主公当年在配县当屏长的时候 人们都说他洗尽酒色 其实不然 他也是有意闹一个不好名声 好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 以后好成其霸业 哦 李生点点头 原来如此啊 您再跟我去看看 说着陆甲 陪李生来 再到书房门口一看 这位刘邦是将接相迎了 冲李生身实一离 老先生 方才刘邦太失礼了 啊 我也不跟您解释了 多有冲撞闲事 望您海量 哎呀 李生愣住 他看了看 眼前在刘邦 和方才洗脚的那位是判若良人啊 由刘邦和陆甲陪着 把李生让到屋里 设白酒宴 款待这位李先生 李生啊 亲自跟满一杯酒 捧到刘邦的跟前 陪工 方才我也是言语不周 望您多多海涵 刘邦邦邦邦邦邦 多谢谢 我从今日起 借酒了 为什么这酒太耽误事了 要不是我喝了酒 我怎么能见先生 如此没有礼貌呢 李生一直 哎呀 陪工 你说的哪里话来 要借酒也不能现在借 以后我跟您一块 咱们一块借酒 您看怎么样 大伙都笑了 哎 推杯换斩 饮酒残着心 刘邦啊 就跟李生介绍了 说王德在我跟前 怎么说的 您呢 是一位了不起的贤才 支贴为小弟弟 可比一隐和屡望 李生连连连白手啊 不敢称当 我怎么能比作先贤呢 念了几本书是不讲 请问白宫 您官拜 征锡 讨琴 大元帅 您这一路上挺顺利 到哪都兵不血刃 您想过没有 如果有的地方不现成投降 跟您打起来怎么办呢 刘邦一听到就打呗 您那打呗 胜败的军家常事 打呗 重整人马 再打 二次再拜 还有第三 第三次再拜 老先生 您这是何意 佩公恕我直言 我说的是啊 为私圣先私贷 居安私威呀 我这是有意提醒佩公您 您要真想 一路顺风 兵进咸阳 扫平秦国 您做关中王 您必须如此 这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